美国联邦处备局会否在三月后加息 或今年会加四次息 似乎根据一月上的发展 机会性减少了 原因是 我一直都看美国联邦处处局副局长 费沙说话 他在一月时 他说市场低估了联邦处处处 有加息的幅度和速度 而当时 是没有一月那么多的金融危机出现 经过一月 第一个礼拜 是中国的断容 带来了环球股市的震荡 再接着 大家去冲击人民币 跟着阿爷反扑 打到你们一动都没有 又引这个震荡 再跟着到日本 他们自己本身是出负利率 差不多是一个礼拜出一样东西 真是认真升旗没点 点到那些投资者头昏昏 在这个过程里面 联邦处处处在考虑 其实不用再点加息 因为已经达到了加息的效果 废沙他说要加息 其实他后面有一句 他不是说经济很好 不是说经济等等通着什么 他说资产价格去高 如果资产价格高的话 即是有泡沫的可能性 你会出现了一次再加息下来的话 就会产生了一个雪崩效应 这样起来连锁反应影响会很大 如果市场已经自视动动地 产了雪 将价格推下来 怎么说都没有产生雪崩效应的话 美国联邦处处是不需要加息 因为加息的效果 已经在不加息之间达到了 而这一个就是废沙 他作为曾经两度拿过 全球最佳央行长的杀手锏 就是他只需要出口述 不需要出手 就可以使得市场自动调教 这一种才是央行长的最高武林比较